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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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帮我叫警察 如果你受伤了或者是生病了 你可能需要一个医生 你可以说 请帮我找一个医生 但是如果是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话 可能比较少会出来出诊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是 你已到医院去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大叫说 请帮我叫一辆救护车 救护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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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怕 你的男子会知道 你不懂 他是我的狗 好可憐 我想可能有的時候 人一時情急之下 到底該叫消防車 還是救護車都會搞不清楚 記住了 人如果生病的話 是要叫救護車 也就是Call an ambulance 如果你們是家裡失火 或者是小貓小狗卡在樹上 家裡出現大黃蜂大蟒蛇的話 這時候就要找消防隊 就是要Call a fire engine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自己鬧了一個很大的笑話 因為我看到路上有這個救護車 在開的時候 我還大笑說 你們美國人好好笑 自己都不曉得 Ambulance應該怎麼拼 因為那個字 全部都是反過來的 後來被我的朋友嘲笑回來 他告訴我 全世界所有的救護車的字 都是反過來的 因為這是要方便 前方的駕駛員 從照後鏡看起來 才是正的Ambulance 懂嗎